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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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啊 模型 大家都要做全天下最漂亮的孩子 今天我們要照鏡子 主角不只是這塊鏡子 主角還有上面的花花草草 看到這些花草就知道 我們的麗音老師要來囉 好 我們首先先歡迎麗音老師 大家好 我是麗音老師 好 碟谷巴特達人 最擅長的就是用花花草草 在我們生活小屋上面做拼貼 那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一面花鏡 也就是說如果你買回來一面鏡子 你覺得不太滿意 我們可以在上面加一些點綴 像是老師特別又是把自己 收集回來的花材 乾燥花之後再做粘貼 那你看老師很厲害的地方 是這些都是真花 上面染完色之後貼上去 鏡子就活起來了 好 我們要請麗音老師介紹一下 今天要做一面花鏡 所需要用到的材料 好的 我們先來介紹材料 首先就是要有一把捏子 剪刀還有我們的壓花 還有我們的刮板 等一下老師要教大家 怎麼把這個框起來 然後還有我們的巧貼 還有我們的筆 然後鋁箔 等一下老師會教大家 還有我們的顏料 老師會在後面教大家怎麼做背景 還有我們需要一面鏡子 鏡子的話大小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不能貼太多 然後最主要是我們壓花上面 還需要一個壓克力 透明的 等一下老師會教大家怎麼弄 然後如果有框的話 可以用現成的框 沒有框也可以自己做一個 首先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花財 老師今天準備這個是 俗稱新娘草的文竹 還有這個鼻仔草 還有這個銀提蓮 很多種顏色喔 還有這個很可愛的幸運草 也有人家叫做甜字草 好 首先呢 老師希望在它的底下有一些背景 所以我們會用顏料 在上面做一些背景裝飾 顏料的話 可以的話就用壓克力顏料 它附著力會比較強一點 好 每一種顏料都刮一點點 顏色有點混也沒有關係 因為老師今天用的綠是三種綠 三種綠色 中間的綠 再來一個深綠色 OK 好的咧 首先我們先把它上面做一些 炒的感覺 所以老師用這支非常細的筆 沾了一點顏料之後 再畫出這個下面的炒的感覺 那如果你要畫這個炒 好 記得喔 不能太乾 太乾的話就化不開 所以你看老師會沾一點水 在上面 讓整支筆稍微有點濕潤 好 濕潤之後呢 再從底下畫上來 隨意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上面要貼花 所以不需要太整齊 對 很隨性地去畫 對 只要從底下上來就好了 交叉也沒有關係 長長短短都可以 對 你看喔 其實我們筆觸都可以很隨性 那顏色的話呢 除了老師現在上的是第一種綠色 我們準備了三種不一樣的綠色 對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加中間色 一樣 沾一點水 讓它濕潤一下 整支筆都要讓它濕潤 一樣從底下地方 往上甩 跟剛才一樣的方式 跟剛才一樣的方式 看你的草想要讓它 種得豐富一點呢 還是讓它看起來比較空曠一點都可以 好 再來就是最深色的 我們顏色是從淺到深 基本上是從淺到深 如果從深到淺的話 因為深色會比較是背景色 希望它是在後面的感覺 所以深色你可以用短一點 感覺它比較深 比較底下 比較後面的感覺 有點漸層的感覺出來了 對 你可以用低一點 然後不要蓋住上面的 OK 好 你看 大概的形狀已經都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底下 看起來有點空曠 所以老師教大家一個秘訣 如果家裡面沒有這種筆的話 你可以用牙刷代替 這個叫硬染筆 有沒有 它很粗 扁扁的 如果沒有這個筆的話 你可以用家裡面的牙刷也可以 一樣 就是這三種顏色 在上面搓 在上面搓 喔 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有三種顏色要搓 底下密一點 上面可以讓它稀疏一點 那如果用牙刷的記得 不要整支牙刷下去搓喔 用牙刷的尖尖的頭就好了 因為我們是一面鏡子 如果你想要讓鏡子的畫面 照到你多一點的話 這種底色就不要用得太密 對 所以我們其實如果說你到時候 密密麻麻都是點點 可能照著鏡子還看不到自己 就半張臉而已 好 再加另外一個顏色 當然我們顏色越深的話 就不要太高 就在底部就好了 好 那剛剛畫的那個草的線條 底下稱之不齊 就可以把它蓋住 好 最後咧 我們就加一點點深色 來 看 就需要開始放花了 我們的主角 再來就要用到我們的鴨花 老師今天用的花 比較薄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用 另外一片壓克力 蓋在上面 那如果你太厚的話 它會太高有縫 那我們這個沒有放乾淨 所以老師會盡量挑不會褪色的花 而且比較不會腐爛的花 保存比較久一點 對 再來就是我們的巧貼膠 記得不用整支 上面一點點 下面一點點 就可以放上去了 然後把顏色錯開來 好 因為我們底下有畫一些花草 所以我們要接在花草的上面 不要讓它浮在半空中 這樣子我們用不一樣的顏色 去做堆疊 你不要可能同一種色 會看起來比較單調 要故意用這樣粉色黃色深淺 去做交錯 很漂亮吧 我們的主角 花就先上來了 再來 再來我們希望每天照鏡子 都可以很幸運的一天 所以我們加一點幸運草 同樣的也是把它散開來放 因為老師今天用的這個幸運草 非常非常的迷你 迷你到它不會搶了這個花的風采 來 再貼的時候可以像老師一樣建築鑷子 不然你用手 可能因為它花材都太細微了 很容易弄斷 對 那因為老師今天用的花材 都比較細小一點 所以鑷子可能要比較尖一點點的 OK 好 幸運草下去了之後 我希望讓它這一幅草原 看起來比較飄逸一點點 所以老師使用這個鼻仔草 這個在水邊常常會看到的 那如果不會壓的話 把它放在梳裡面它也會乾 因為它沒什麼水分 那沾這個有個技巧 上面的毛盡量不要去沾到澆水 毛沾到澆水的話 它會揪起來 就沒有這種散散的這樣飄逸的感覺了 所以我們澆水都沾在它的汁上面就好了 再左右兩邊 好 最後呢 老師希望它底下的草 看起來更豐富一點 有沒有 底下 底下看起來都因為是壓克力的顏色 所以它看起來不會很豐富 我們就把它加上一點新娘草 新娘草的話 因為它是刺刺的 很細碎 所以它也不會遮掉底下太多的範圍 就要把它加上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 卸進去 和它們的配料 旋轉淨水 新娘草兩邊都可以用 兩面都可以 兩面都可以 醋开来 不需要贴得太密 因为我们底下有颜料 所以还好 其实感觉就像是在画画的感觉 就是你把你想要的花材 布局在镜子的不同角落 然后依照你的想象 去让你的画更加的漂亮 更生动 更完美 这是我们上面用的 真实的花草下去 看起来就更立体一点 好 再一个就好了 可以看一下哪一边 可能还有一些空洞 或者是哪边的花比较不平均 我们都可以再加加剪剪 OK 好 再把它放到旁边 好 我们的这个 花茎最主要的花草 还有底色都已经好了 但是要怎么保存呢 因为这个花还是要把它封起来 不然时间久了它还是会褪色 所以老师准备这个压克力片 好 把它撕开来 透明的 因为老师今天准备的镜子比较大 如果家里面没有压克力片 有玻璃的话那是更好 但是玻璃下去的话会太重了 所以老师今天准备的是压克力片 然后要封上去之前 稍微把上面的画面清干净 沾一点点水 我们可以把镜子先擦开 因为等一下要把它封膜把它封住了 对 那因为花草比较会有一些屑屑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尽量把它擦掉 好 再来就把我们的压克力片 叠上去 好 叠上去之后呢 我们要用铝箔把它封起来 那铝箔的话因为它比较锐利 所以等一下要用这个刮板 不要用手去搓 比较容易割伤 你看 老师用刮的 把它封起来 这样花就會埋在里面 如果你想要永久保存 我们收集回来的花材的话 你就会像老师这样的步骤 把所有的花都夹在我们的隔板当中 那因为我们这个镜子要用很久 如果说你没有做这个SOP的话 它可能就会变成说 很多花材用一用 就会可能被毁坏啊 或者是凋零啊 甚至叶片不全等等 所以像丁英老师的选择 我们用一个透明的这样的模板 把它盖在上面 把它封膜起来 最后再加上边框 就可以出现又像是镜子 又像是画作的感觉 很漂亮 再来就是把它整条都围起来 先直部围再全部围 对 这样它玻璃跟那个压克力之间 才不会跑掉 你看我们把它整个封死了 就是不要让空气啊 湿气跑进去 那铝箔的话 它其实有延展性 所以你稍微有一点点歪 可以把它瞧回来 这样把它折到后面去 你看我们现在要把整幅画作 把它密封起来 那除了刚才局部先密封之外呢 现在四个边也要跟着密封 你看我们现在要把整幅画作呢把它密封起来 那除了刚才局部先密封之外呢 那除了刚才局部先密封之外呢 现在四个边也要跟着密封 记得要用花板 把它再压一下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整幅画作呢 都锁在这个镜子里面 然后尽量让它有点交界的地方 都封起来 好 最后一条 你看我们最后一个边封完之后呢 你会觉得可能边边哪有铝箔不好看 那这也是为什么等一下令音老师呢 会帮她再装一个边框 让我们的整个画作看上去 会更加的完整 OK 好 都封起来了 然后你看我们背后的话就像这样子 封死了 好 因为正面的话我们留少一点 不然等一下放到框里面的话 这个铝箔会跑出来 好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准备一个框 老师今天准备这个框呢 比较DIY式的 在木板上面呢 用树枝 它原先这个树枝呢 可能是各自的颜色 你可以把它涂成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弄个木板 老师希望不要把这个粘死 以后的话如果要拿起来换花的话 还可以换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用热熔枪的话 封的话是封在这个上面 就是木头跟木头交界的地方 不要粘到镜子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镜子也不会掉出来 因为主要如果说你看腻了 你觉得我里面的画作 想要换另外一副的话 你整个玻璃都可以拿出来 它就像是一个相框或画框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在家里的镜子 想要换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风格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树枝给掰开 因为我们其实热熔膠就上在树枝上面 没有上在镜子上面 那你把这个树枝掰开之后呢 我们里面的镜子就可以呢 再换另外一副画作 你看其实我们镜子拿起来的感觉 就像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里面想说这个花啊 看得有点腻 那这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呢 再把它换成另外一种呢 不一样的压化设计 然后帮它再把这个边框给掏进去 那所以呢 像丽莹老师说的 这个作品贴心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定期的去更换 你只要看腻了 你就可以换 就连边框的设计感觉 边框的颜色 你也可以换 那今天老师选的是 比较粉红色一点的 好的 放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封起来了 按压固定 稍微按压一下 那如果觉得有不足的话 再给它补一下 好 先不要动它 然后再来就是换上面这一根 一样我们把热熔胶 黏在这个木头上面 尽量避开镜子的部分 一样按压一下 然后接缝的地方可以再补墙 然后接缝的地方可以再补墙 好 再来就是我们左右 好 再来就是我们左右 一样放上去之后按压一下 一样放上去之后按压一下 好 转过来 好 转过来 最后一根 好 转过来 好 转过来 好 转过来 最后一根 一样放上去 按压一下 OK 这样放上去的话 基本上铝条的部分 就会被遮住比较多 OK 然后再把镜子稍微整理一下 嗯 最后的修饰 那因为我们用的是新娘草 它通常会有一些屑屑 但是没有关系 这样就比较自然一点 嗯 我们来最后擦拭一下 这个作品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 看你是要吊起来 还是架起来 这样的作品就完成了 嗯 这就是今天丽莹老师 要跟大家示范的花镜 也就是用真实的花材 去帮这一面 原本什么都没有的镜子做装饰 出来的效果 就像是一幅艺术作品一样 你可以把它挂起来 这边装一个挂钩 或者是直接放在房间角落 都OK 我们要谢谢丽莹老师 今天有变出那么漂亮的作品 给大家欣赏 谢谢丽莹老师 谢谢大家 那多多开乐之后 下回见咯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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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